主位法師 主位居士菩薩 大家晚安 阿彌陀佛 那我們今天晚上 我們再繼續上週的主題 也就是 華言教理跟直觀的休息 在我們上一週的 研討裡面 我們談到 大小聖 他的直觀法門 有他相同的地方 也有他差異的部分 所以 我們來看 小聖的直觀 在華言出主 杜順和尚 他給他的一個 提名叫 法友 我無門 也就是他可以斷 仁我職 所以無我 雖然無我 但是 法友 那在大聖的直觀裡面 他就更 進一步 更進一程 連法 也空 所以 杜順和尚 給他的一個 提名叫 深極無聲門 小聖 叫 法友 我無門 到了大聖的直觀 也要把 我們的這個 所謂的 法友 也要空掉 深極無聲 為什麼 深極無聲 可以空掉 法 因為在 小聖的聖者 在他的觀念裡面 生死 生滅 生滅是在 三界六道 需要受苦 於是呢 要追求 解脫 從三界六道 解脫出來 要離苦 得樂 所以 深 跟無聲 無聲是解脫 無聲就是涅槃 深是生死 無聲是涅槃解脫 一個是痛苦 一個是快樂 所以 小聖的聖者 最高是阿羅漢 他們就希望說 能夠從 三界六道 出力出來 出力出來以後 到了這種 涅槃 寂靜的境界 所以 他就不需要受苦 這個觀念 是對的 但是在層次上 比不上 大聖的 空性的 教理 為什麼 我們從 剛剛 這樣的敘述 聽起來 沒有錯 是 有一個 生死 需要離開 另外 有一個 涅槃 需要 進入 那我們來 想想看 從這個 觀念裡面 生死 跟涅槃 是一回事 還是兩回事 聽起來像兩回事 對不對 要離開 一者 進入 另外一者 離開一個 叫生死的 離開 離開以後 會進入到 另外一個 境界 那個境界 叫做 涅槃 所以 對小聖的 聖者來講 雖然 他斷尽了 一切的 煩惱 也離開 生死的痛苦 進入了 所謂 涅槃的 境界 但是在他的 觀念裡面 這兩個是 兩回事 這兩個是 對立的 也就是生死 跟涅槃 這兩個事 是相對的 這個相對的 觀念 會造成一個 他希望說 趕緊解脫 那這種 趕緊解脫 通常是 自我的解脫 就 自己解脫 自己解脫 我們台灣 閩南語 有一個俗語 叫 日投赤燕燕 日投赤燕燕 再來 下一句 水人 顧死命 就是 哇 這個生死 這麼痛苦 又要生老病 死 而且不是 一試就解決 還要生生死死 這一次 生老病死 結束了以後 下一期生命 又要生老病死 然後還有沒有 下一期生命 還有 就這樣子 不斷的 不斷的輪轉 這個是很辛苦 很痛苦的事情 所以呢 怎麼辦 隨人顧生命 隨人顧生死解脫 所以他就自求 自求解脫 自己趕快解脫 就離開痛苦了 這個在道理上 雖然也沒有錯誤 也是很重要的解脫觀念 但是對於大聖的菩薩 對佛而言 他的層次 就稍稍只顧及自己 沒有管他人 也就是自己解脫 那其他人呢 其他人不管 就個人至少門前學 不顧他人瓦上霜 那於是呢 其他的眾生 就沒有人來協助 就沒有人來去做度化 就沒有人願意做 所謂的自他解脫 幫忙所有的眾生 都能夠得到解脫 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通常是菩薩道的 這些聖者來做的 那也就是 大家都不願意走菩薩道 那變成都是身文解脫 都是求自己解脫 那別人不管 所以在格局上 還有這個心量上 就稍嫌狹隘 於是呢 大聖就提出來說 這個空性 生即無生 生死 還有這個涅槃 我們不要把它看得 那麼樣的實在 那也就是說 即便 我們處在一個 三界六道 這個當下裡面 只要我們當下 可以親近 當下 不起煩惱 那個情況 也等同於涅槃 在道理上 在道理上 於是乎呢 生即無生 口語一點講就是 生死就是涅槃 所以這句話 可能大家在金教上 特別是大聖金教上 應該可以見到 就是生死即涅槃 煩惱 即菩提 都會聽到這樣的 從道理上來講 因為生死和涅槃 都是空性 生死也是空性 空性是甚麼 空性會變遷 會變化 生死會不會變化 有生必有死 當中還有老跟病 它在變化 那涅槃呢 涅槃的這個境界 是怎麼樣 斷徑煩惱 才能夠進入 那當然有煩惱 有斷徑 還沒有斷徑 它也有一個變化 所以兩個在道理上 他們都是信空 所以兩個 會通起來沒有問題 生死即涅槃 煩惱 即 這個甚麼 菩提 因為煩惱 煩惱就是沒有決心 那菩提呢 菩提就是有智慧的決心 那其實 如果我們看到了 煩惱的問題 代表是開始 已經有誰 已經想要覺悟了 那時候覺醒也升起來了 所以這句話 在道理上 是講得通的 在歷史上 有一位 很偉大的祖師菩薩 就是龍術菩薩 把這個道理 會通出來 他的會通的方法就是 一切法 無自信 生死無自信 生死不斷變遷 涅槃也是無自信 因為涅槃是斷煩惱 那煩惱有斷徑 沒有斷徑 它也是在變化 它也是無自信的 涅槃如果 有自信的話 所謂有自信 就是固定不變 那這樣的 斷煩惱的人 永斷煩惱 不斷煩惱的 永遠不斷煩惱 這個叫有自信 那事實上不然 我們透過 佛法的學習 透過所謂的修行 我們會逐漸的清靜 我們的煩惱越來越少 終究有一天 就斷煩惱 就會進入涅槃的 一個程度裡面 所以它也是無自信 生死無自信 煩惱無自信 這無自信就叫空信 所以就匯通起來 那這個道理上 就沒有問題了 那在實際操作上 會不會有問題 實際操作的話 那就要看程度了 就是怎麼講 如果我們是普通的 凡夫的話 那我們要真正做到 生死就是涅槃 那不一定做得到 什麼能做得到 菩薩 莫荷薩 菩薩再加一個 莫荷薩 就是大菩薩 那一般就是說 我們大概七地 到八地的菩薩 那他們就有一種 忍耐 這個能耐 叫做正無身法忍 能夠正無身法忍的 像什麼 大家都看過 地藏經 地藏菩薩 他到了地獄 去怎樣 度眾生 而且他發生這麼大的願力 地獄不空 士不成佛 那請問地藏菩薩 在地獄 要不要受地獄果報 他不用受地獄果報 他如果在地獄要受果報 那是怎麼樣 那是要受極大的苦楚 那他哪有時間去度眾生 所以對地藏菩薩的程度來講 沒有錯 生死跟涅槃 沒有兩回事 生死就是三界六道 涅槃 我就不受到生死輪迴的束縛 受到三界六道的 一種夜報的束縛 他沒有 那如果換作是我們呢 我們如果去地獄 有沒有辦法像地藏王菩薩這樣 生死即涅槃 地獄即即樂 在座居士菩薩的搖頭 因為地藏經有講 能夠到地獄 就是要兩件事情 一個就是業力 另外一個是神通 像地藏菩薩那種大菩薩 他們就有這種神通威力 可以超越地獄道 業力的束縛 所以道理上沒有問題 但是實際的操作上 那就要看我們的功力了 在座也許也是菩薩摩爾沙 當然不在話下 那我們就可以實證 生死就是涅槃 但如果我們的修為層次 還沒有那麼高的話 那沒有關係 我們先從道理上進入 事項上再慢慢修煉上來 事項上是功夫嘛 功夫再慢慢修煉起來 那如果大家都願意走菩薩道 就不用急著這樣 趕快從三界六道解脫出來 而是呢 我們在三界六道 學這些大菩薩們 盡量來利益眾生 盡量來度化眾生 因為這個過程中 我們會不斷增長我們的智慧 我們會不斷累積我們的福德 這個就是小聖聖者 像阿羅漢 他在福德上比較欠缺的 他的智慧力當然夠 他的智慧力可以斷尽煩惱 不過呢 因為他也沒有心要去幫助別人嘛 所以呢 他就沒有辦法激功累德 把這個協助眾生的福德 慢慢地累積起來 這個他比較欠缺的 大聖的菩薩道 他在這個 度眾生 在福德跟智慧 可以同時具足 等到菩薩道的這些聖者們 把福德跟智慧 劇足到最圓滿的時候 那又是什麼境界 大家想想看 最圓滿的 那是不是等絕妙絕 就是成佛嗎 就是成佛 所以在從 從華言經的教理思想 還有法華經的教理思想 一再推崇什麼 唯一的佛聖 一佛聖 這個一佛聖 就是以成佛為最高的目標 來做修行 來做 機功累得 來做於 智慧跟福德 不斷地累積跟增長 所以我們就看 那個層次上 大小聖是不是開始 有所不同 所以我們在 上週 我們做的一個研討 大小聖 這兩個直觀的法門 小聖叫做 法有我無 所以他只能體現 這個叫做 斷除了人我的執著 但是呢 法我的執著 並沒有徹底 把它這樣斷除 所以 白話一點講 小聖聖者 還有法職 還有法職 那這個法職 就是在觀念上的 還有一個格局上的 所以 到了大聖 初期的大聖 就提出來的 升級無聲門 那 這個 直觀的方法 就可以徹底 把人我執跟法我執 人法 二指 同時 怎樣 同時斷絕 同時斷絕 哇 這樣看起來 蠻理想的 不過呢 因為他 斷除的方法 採用的是什麼 一切法 無自信 採用這個空性的原理 這個很好 因為空性 是般若智慧 但是有一個缺點呢 他比較適合 根氣 比較利的眾生 也是對空性的體會 要能夠掌握得很好 否則 一切法無自信 一不小心 會誤解成 斷滅空 一切法無自信 所以呢 那 還要不要修行 修行 有沒有自信 當然 修行 也是無自信 要不要持戒 持戒是 學習的過程 持戒是為了 增上禪定 禪定是為了增上智慧 所以 持戒也是無自信 從道理上 禪定 從道理上 也是無自信 甚至 般若智慧 就是無自信 那到底缺點在哪裡 缺點我們會誤解說 那既然無自信 既然都是空 那我們還需不需要持戒 就不要持戒好了 那禪定也是無自信 也是空信 那我們就不要學禪定了 波羅智慧 這個會變成一個悖論出來 波羅智慧談的也是無自信 所以 我們也不需要學習智慧 一不小心會誤解 會誤解成斷滅空 有這樣一個缺點會出現 也就是 在初期的大聖 他偏最高理性 用空性 來解決這個法治的問題 因為法不能执著 所以我把法空掉 結果呢 我們誤解這個法也不重要 那就會變成斷滅了 就會變斷滅了 所以在 這個六祖大師的語錄裡面 有一句話 叫心平和勞慈戒 可能 諸位 居士菩薩都有聽過 那這句話是從空性的道理來談的 如果 我們能夠保持一個 平常心 我們的心能夠平靜 那我們何必 在心情辛勞的慈戒 這句話有沒有道理 講得很有道理 因為我們慈戒的目的 就是要讓心平 讓我們的心能夠平靜 讓我們能夠平穩 這是 這是慈戒的目的 因為心能夠平穩 才能夠幫助禪定 所以慈戒 是為了要增上禪定 這個道理是沒有錯的 但是如果你只看單方面 從最高的理性去看 好 有些就會誤以為說 那就不需要慈戒了 對不對 因為心平和勞慈戒 和勞 好像慈戒是一個徒勞無功的事情 我們就不需要 那這句話有錯嗎 沒有錯的 不過這句話是從 理論 從道理 從最高理性的角度來看 那大家聽到這句話以後 我們在佛法的學習 三無肉血 慈戒 禪定 還有智慧 那請問聽到這句話以後 我們還要不要慈戒 大家覺得要 那為什麼要 因為心平了沒有啊 是不是 如果我們真的心平了以後 那真的是已經達到他的目標了嘛 那問題在 這句話是從理論上 最高的理性 從空性上來表達的 那別忘了還有一件事情 叫做現實 叫做事實 就是我們現在所處的現實 是不是心已經平了 如果我們現在所處的事實 心已經平了 確實實 慈戒那個不是重點 那假如我們的煩惱 很多的時候 那最好就是 按部就班的 就是要慈戒 才能夠增上慘地 基於這個道理 大盛的後期發展 就會進到我們今天的主題 叫做 大盛的宗教 宗 初期 叫做大盛的始教 開始的始 就是升級無聲門 那我們今天開始要研討一個 就是後期 後期大盛 都聖和尚給他一個提名 叫做 四里圓融 這樣的直觀法門 四里圓融門 因為他現在就要把這個什麼 事實這個層面 現實這個層面 同時要加進來 那他剛好可以補足 升級無聲門 從最高理性 從一切法 無自信的角度 容易造成 斷滅空的 這一個缺點 剛好他可以來做一個補足 所以大盛的宗教 後期大盛 就採用四里圓融 我們就不能只看這個理論 要看有一些實際的情況 這樣才能夠平衡起來 這個就是 我們今天進入到 另外一個層次的直觀的方法 叫做大盛的宗教直觀 四里圓融門 四里圓融門 這個雖然是大盛直觀的法門之一 不過這一門 事實上很適合運用在 我們日常生活 包括我們的工作 事業 人際關係 包括家庭 社會 因為往往在這個世間 實際上造成的一些矛盾衝突 常常就是因為 現實跟理想或理論上的一個差距 這個會困擾我們自己 也會困擾到團體 也會困擾人跟人之間的互動 因為它會造成觀念上一個差距 因為常常有人想的是理想層面 有人注意的是什麼 現實的層面 那這個落差就造成觀念的差距 那於是溝通協調就很困難 因為大家是用自己的觀念 和條件提出來跟大家來去所謂的溝通 那這樣是很難溝通的 我們自己有自己的一個看法 一個成見在 所以呢 大盛的後期 它同時可以怎樣 補足 只從最高理性 只從理論上 入手的這個缺點 那同時它真的很適合 我們在平時的一種運用 特別是我們在日常生活中 工作也好 在家庭也好 人際關係也好 都特別是適合的 為什麼這樣說 那我們再繼續的往下看 好 杜順和尚 他在介紹這個大盛後期 大盛的宗教 他用兩門 兩個部分 來解釋 現實面 還有理論面 哪兩個部分 叫做新真如門 跟新生命門 那其實 除了杜順和尚 這樣子講 我們還有一部 大盛的重要論點 叫大盛起信論 它裡面就是把這兩門 開展出來 我們看一下 杜順和尚的原文 他怎麼講 福事里兩門 圓融一記者 我們怎麼樣把 現實面跟理想層面 理論跟實際 怎麼樣讓它 融合貫通 怎麼辦 那我們要從兩個角度去看 第一個 心的真如門 我們知道真如 在佛教的用語 是講一個 理智 真理 最高的真理 真理 那我們把它 看作就是 講理想 講理論 第二個 心生命 生命是指有一種 相用的變化 外貌 外相 它在生命 生命通常在 我們佛教的詞彙 講的這種變化 那什麼會變化 事項上會變化 現實層面 很多事情在變化 用心生命門 來代表事實 來代表現實 所以有理想層面 跟現實層面 有理論層面 跟事實層面 這兩個 我們先把這兩個 定義出來 那這兩個定義出來 特別是 所謂的心生命門 強調 我們有一個事情 需要去平衡 理性的 那就是 現實層面 也可以說 有時候我們需要 理性 和感性 去做協調 有時候我們需要 理想跟現實層面 去達到平衡 它往往會有落差了 這個落差 我們怎麼樣 把它消滅 消滅到最小 那重點也不是 再把差距變成沒有 而是讓這個差距 能夠怎樣 能夠圓融一跡 就好像我們在 溝通協調 我們從道理上 比如說 我們現在要辦一個 大型的活動 那這個大型的活動 我們要辦到 自善自美 我們需要 可能我們需要 一千萬的 經費 那 比如說甲方 他希望把它辦得很好 所以他就說 我們的經費需求 是一千萬 那在團隊裡面的乙方 他看到的 可能不是這樣 他看到的時候 我們需要花那麼多錢 而且我們口袋也不夠深 也沒有那麼多錢 我們只要 把這個整個活動 它的程序 它的run down 好好的配合 發揮應有的 這個應該要達到的 的效果就可以了 一個要最好的效果 那當然就是要投入資源 那一個他想要解釋資源 如果兩位都堅持這樣子 我們來想想看 這兩個 能不能容易達到共識 恐怕是很難吧 光資源金錢的投入 大概就沒有辦法達成共識 如果雙方在一下堅持的話 那根本不可能協調 所以這個理事的圓融 如果大家都可以 有這個基本觀念 好 沒有問題 有的人認為 我們要辦到最好 但是所謂的最好 是花最多錢的最好 還是在有限的資源下 做到最好 那這個問題就開始 大家可以有一個共通點了 就開始有交集了 他希望節省經費 但是他也 乙方希望節省經費 但是他事情也是希望 把它做好 對不對 好 那大家有交集了 大家的交集就是 我們怎麼樣把這件事情做好 好 那接下來要投入多少資源 當然我資源越多 我就越容易最好 做好 那我如果資源不夠 我是不是還有其他的方法 把它做好 大家如果有這個 叫做圓融一季的想法的時候 這個事情是不是比較能夠達成共識 也許最後大家的決定就是說 好 甲方也讓一步 好 但是事情要做好 那也許我只要一半的經費 我就可以 這個就可以所謂的做好 那這個所達到的這個成果 甲方也接受 他認為這樣 因為所謂的 所謂的最好 這個也很難去定義 那所以雙方願不願意把 理想 還有這個現實層面 達到一個所謂的圓融一季 那有交集的部分 共識的部分 是不是有沒有辦法形成 如果雙方都不願意形成這個共識 那所謂的溝通協調 就很困難 各位不知道有沒有當過 公卿的經驗 公卿有聽過嗎 公卿就是協調仲裁的中間那個角色 那這個公卿協調的角色 我個人有碰過一次經驗 也是兩位 那兩位都認為對方不能溝通協調 那我就先請 雙方各自表述 他的想法是怎麼樣 兩個都講完了 那我發現 兩個不但都堅持自己的意見 而且都認為對方是不能溝通協調的 好 那如果是在座諸位 你這個公卿要不要做 好我建議不要做 不然公卿會變四足 有沒有聽過這句話 好 最後大家怪你協調不出來 兩個都不肯讓步 兩個也沒有一個 所謂的視理圓融這樣的觀念 好 那 協調不出結果來 那雙方最後都怪這個公卿 沒有盡到力量 沒有盡到他的能力 好 所以 當公卿 要 第一個自己要 有視理圓融的觀念 同時要想辦法讓溝通的雙方建立 好 這個觀念 如果這雙方 好 根本沒有這樣的概念 好 那 我看 這個是很困難的一件任務 好 這個叫 mission 怎樣 impossible 這個是不太可能的任務 好 所以為什麼說 後期一大盛 開的這個視理圓融 對我們的 工作 事業 家庭 人際關係 很重要 我們大家回想看看 我們在生活中 碰到的 是不是都是這件事情 包括我們自己 有時候有些 有些部分 也是不太能夠讓步的 有些部分 那我們也可以讓步 有些部分 也不太能夠讓步的 好 那也有的人 他就沒有讓步的習慣 他沒有視理圓融的 這種習慣性 包括這種觀念 也沒有 好 那這樣就會造成 人際關係的緊張 人際關係 的惡劣 那你想想看 那在工作需不需要 這樣的溝通協調 需要 對不對 好 在事業需不需要 這樣的溝通協調 也需要 對不對 那至於在家庭 需不需要 這樣的溝通協調 也要 好 包括現在大家很注重的 親子關係 好 現在親子關係的溝通協調 真的 很有趣 好 那 當然 小孩子 他的成長 還沒有很成熟 他當然很多觀念 沒有建立起來 那我們結果發現 很多的家長 也差不多 好 一樣他 他跟小孩子的 溝通協調 他也不覺得說 父母 需要怎樣 需要去 事理 圓融 很多父母認為說 我就是教育 嘛 雖然現在 強調這個 愛的教育 開放式的教育 但是那個 父母的角色 往往還是覺得說 我懂得比較多 還是有一點支配的味道在裡面 那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那個親子關係 就沒有辦法很和諧 所以呢 大盛後期的 雖然他是在做 子官 就是禪定智慧的學習 但是這個禪定智慧 其實也不是只有在共修 在禪一 禪七 佛說 教導給我們這些方法 其實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要讓我們可以落實 運用在日常生活 不是只有在道場裡面 哇 禪一 禪七 子官雙韻 禮世 圓融 然後出了這個禪 下了山以後 哇 打回原形 依然顧我 那這樣就 就很可惜 所以 我們來看這些 佛教的教理 我們不是光 欣賞那個 哇 那種法味 聽得很舒服而已 恐怕當中 有一句兩句 我們怎樣 好好的 聽聞 思維 然後落實在 操作面 就是聽聞 思維 修行 文思修 這樣才能夠 真正 產生 智慧 好 那我們接著再看一下 這個 杜順和尚 他是怎麼講的 他說 心真如門者 是理 理論 道理 心生滅門 講的是 現實 是事 是事項 一個是理論 一個是事項 一個是理想 一個是現實 極為空有二見 自在圓龍 陰顯 不同 在我們前面有提到 在大聖的初期 升級無聲門 他主要是用空的正見 用空性的道理 一切法無自信 所以一切法空 所以這樣子 法質 就可以斷除 當然我們剛才講過 他的缺點 就是容易造成 斷滅的想法 斷滅空 玩空 於是怎麼 再把一個 有見提出來 空見 有見 空有 二見 這個有見 就是事項的有 所以到了後期 大聖 不是只談真空 而是真空 就必須要加廟友 真空 同時要具足廟友 這樣才不會斷滅 這樣才能夠達到 一個很平衡的中道 即位空有二見 志在圓融 陰顯不同 真空妙友 兩個要融會在一起 不過他後面有一句話 叫陰顯不同 有些人 他比較執著的 那我們就 空的就講多一點 有些人 比較容易斷滅的 光講理想的 那我們就還要 跟他加一點有的 所以我們注意看 那個大聖經典 大致上你可以分兩類 有空中的經典 跟有中的經典 有無的有 空中的經典 很具代表性的 就是 般若 般若布的般若經 金剛經 還有什麼 心經 但是他們雖然是比較偏 空的多一點 但是呢 從空去談有 就知道真空妙友 所以我們再看 整個 六百部 布羅經 因為它的部頭很大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去 研讀過 六百卷 那我們如果 沒有那麼多時間 我們可以看一下 它濃縮的那個部分 叫做什麼 金剛 波羅 波羅蜜多經 就是我們一般講的 金剛經 如果 再濃縮 那就是什麼 波羅蜜多的 什麼 心經 沒有錯 心經 所以心經怎麼講 射不亦空 空不亦射 射即是空 空即是射 受想形式 亦復如是 所以 射受想形式 是五韻 五韻是什麼 五韻是四相 五韻就是有 四相有 只是它是暫時有 暫時有 所以呢 從波羅心經 波羅部的經典 我們這來看 它是 從空入有 叫做真空廟有 不是只有看空 那也有一些經典 是廟有真空 譬如說 淨土的經典 淨土的經典 有沒有西方極樂世界 有啊 有沒有阿彌陀佛 有 妙有 雖然有 彌陀淨土 有 阿彌陀佛 但是 他們體現的是 怎樣 一個清淨空性 有佛有淨土 為什麼會有佛有淨土 因為阿彌陀佛跟極樂世界 也一樣是空性清淨的 暴身 跟呢 這個叫做 暴土 所以它是由 妙有入真空 妙有真空 好 所以我們看喔 大部分 經典 如果把它分成 有中的 跟空中的 所以它叫做 陰顯 不同 要給我們眾生 比較有信心的 因為 在瘦佛世界 修行 很難嘛 所以開一個方便法門嘛 然後給大家有一個 信心嘛 那所以就有佛有淨土 來切入嘛 這時候就是 誰隱 誰顯 空隱 有顯 變成 妙有真空 妙有入手 好 那要開我們智慧的經典 像般若經 那當然它空性的 要講得清楚一點 講得多一點 好 那就是要從真空 入妙有 這時候 這個 顯示出來的是空 比較隱藏的是妙有 所以兩個 它的重心不一樣 陰顯不同 有的比較強調空 有的比較強調有 但是它一樣 是兩個都要具足 只是陰顯不同 陰顯不同 他們志在圓隆 而且陰顯不同 所以看到空中的經典 跟看到友中的經典 不要覺得說 奇怪 這兩個好像在打架 這兩個在矛盾 不是佛來佛展 磨來磨展嗎 怎麼又跑出西方的佛出來呢 這點就不要奇怪 因為陰顯不同 那他們的志在圓隆 就是說 大家都是談的是真空 妙有 但是有些經典 講的是妙有真空 重點 重點的那個比重 稍稍有點不一樣 但是理事都要具足 有跟空都要有 所以叫做空有惡見 志在圓隆 但是陰顯不同 陰顯不同 而且 竟無障礙 所以看到這兩種經典 覺得好奇怪 這都佛說的 這兩個好像 觀念和那個 是不是衝突起來 佛的智慧 不會故意講 有衝突的經典 而是我們看到 空中的經典 自動要加妙有 看到妙有的經典 自己要加真空 自動加 自動加 因為我們要建立一個 觀念叫做 理事圓隆 它有兩個元素 要同時存在 同時具足 而且彼此之間 互相沒有障礙 所以 言無二者 因為它融會在一起了 它是要 兩個要把它一體的 源起之法 是有即空 空即不空 因為你只講空 你忘了妙有 不行 所以叫做空即不空 富海成有 所以新經講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這兩個 要同時具足 但是呢 有空 無二 一記 圓隆 我們不能把它差別看待 兩個 同時要具足的 它是圓隆 一記的 它是一體的 一體的 二見失亡 空有 無愛 它提出兩個 它一心開二門 開真如門 跟聖滅門 但是 不要把它看作兩個 要把它看作一體而兩面 也就是 一個是守背 一個是守心 是這樣的關係 好 請問我們看到 守背 它是不是守 它是守 我們看到守心 它是不是守 好 但是呢 它又分守背跟守心 一體兩面 所以 新真如門 跟新生命門 就跟我們守心 守背 一樣的道理 兩面 一體 圓隆 一記 說它是兩個 是因為我們從兩個角度 去看 說它是一個 它都是守 好 那從這樣子 來去把事情 做融會跟貫通 但如果我們有 具備這樣的一種觀念的時候 在我們生活中 工作 事業 家庭 我們把所有的事 都用這樣的方式去處理 可能會發現 有很大的不同 什麼意思呢 就所有的事情 我們至少有從兩個觀點去看 這樣的話 我們往往會看到別人的角度 別人的觀點 於是我們比較能夠跟對方形成共識 這時候溝通協調就比較容易 如果我們永遠只看一面 我堅持 我看到這一面叫守 那有另外一個人說 我堅持 我看到這一面叫做守 這兩個一定要打架嘛 是不是 那如果我看到守心 這是我看到的守 我把頭轉過來看一下 我的反面這一面 這個也是守的另外一面 那我現在碰到一位 他提出來 他說背面這個才是守 我就可以理解到 原來他是從另外一面看的 這樣我們是不是很多事情 就不會輪於堅持己見 因為我們的角度看多了 至少看兩個角度 如果我們都養成這樣的一個習慣 在工作 在家庭 在人際關係 我們來操作看看 來實驗看看 應該會有非常大的不同 避免掉很多的衝突 很多的障礙 有些事情就是 我們看的角度不夠多 你看人際關係的很多的緊張 很多的衝突點 是不是都是這樣 這個是可以操作 可以運用的 我們接著再看下去 在後期大聖的法門 我們叫四里圓融的指觀 四里圓融的指觀 那所謂的指觀 指是偏向於禪定 觀是觀照 這個觀照可以讓我們 藉由觀察 升起所謂的智慧 指觀我們可以看成 所謂的禪定跟智慧 在字面上 指的話就是止息 觀就是觀照 那也就是在 所謂的什麼叫做禪定呢 禪定就是 我們不要妄想雜念很多 我們能夠很專注 能夠所謂的一心 能夠止息妄想 簡單講 所謂止禪 止禪的修煉 是在修煉什麼 能夠不起妄心 不要妄分別 所以這門怎麼操作 以有即空而不有 什麼操作呢 就是我們知道空心的道理 因為無自信 所以我們不要去執著 這種有的存在 這個有的存在 固然是事實 但畢竟 萬事萬物是 因緣生 因緣滅 是因緣而有的 所以它是需要條件 才會存在 它是暫時的存在 所以這樣的話 我們就會 避免很多的妄想雜念 我們的妄想雜念 很多來自於 對有的追求 為什麼會追求民力 因為民力 我們認為它是實在實有的 如果民力 我們把它看作如浮雲 看作如糞土 請問大家還會去追逐它 就不會啊 所以怎麼樣來止息我們的妄想雜念 第一個 以有即空而不有 就把空性的那個地方 那個理想 那個理論 把它這樣發揮多一點 這時候就是止產 就是多想一下 多觀察一下 什麼事情呢 這些我們追求的萬事萬物 我們認為很實在的東西 其實不是我們想像的那麼實際 那這樣的 我們的妄心就是慢慢就沉澱下來 這個叫止息 這個叫禪定 好 那光這樣子怎麼樣來發展智慧呢 就是靠了這個妄心的止息 以後 我們的身心穩定了 我們可以得到一個冷靜 於是呢 我可以去觀察 我可以去思維 我可以去觀照 怎麼觀照 以空即有而不空啊 那就去注意事項的變化 事實上 這兩句 讀起來很繞口 這兩句 我們把它讀起來很舒服 但是讀了半天 不知道在講什麼 以有即空而不有 顧名止 以空即有而不空 顧名官 那這個 要進一步去體會 就是 第一個 用理性 用理性 來 止息我們的妄念 這叫做止 然後呢 觀是觀什麼呢 用現實 用思想 去看一切生命的變化 知道所有的變化的道理 知道深藍萬象 知道萬物 萬事萬物 清清楚楚 所以止禪叫做 不起妄心 觀 觀照什麼 反觀自行 反觀這個深藍萬象 它的相貌 清楚它的相貌 這樣就會培養我們的 敏銳的觀察力 我們把很多事情都看得清清楚楚 事情看得清楚以後 這個叫做 看破 這些煩惱執著 因為我們都把它看得清清楚楚 這樣就會到下一步 就可以放下 就可以達到 離捨斷 我們先把它看清楚 看清楚我們就不會被它黏著 被它束縛著 那於是呢 我們就願意 把它捨去 離 怎麼樣才能夠離 看破才能夠離 怎麼樣才能夠捨 放下才能夠捨 然後最後就是跟它這樣 斷得乾乾淨淨 指的是煩惱 指的是煩惱 那後面它還提到說 空有全收不二而二 故一子一關 空有互奪二而不二 故非子非關 那這樣大家看懂了嗎 它到底在講什麼 它既然談指 又講了關 那現在又說一子一關 又叫非子非關 簡單講 一子一關 就是要止關雙雲 也是說 我們在學習的過程 我們先止息妄念 這時候冷靜 我們儒家也說 定靜安律德 好 我們靜下心來以後 我們開始可以觀照 觀察力就敏銳了 於是我們就容易看破放下 但是呢 如果這個方法很熟的時候 我們如果很專心的 很清楚的去觀照的時候 其實是不是同時 也可以達到心情冷靜 本來是需要先止後關 有沒有可能 直接先關後止 大家有沒有去觀察過鳥類 或去做一些花草的攝影 昆蟲的攝影 那你要觀察這些昆蟲 觀察這些鳥類 你很仔細的觀察 這時候我們注意看看 我們的心情也會很平靜 這是一個例子 從觀也可以造成子 所以一子一觀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到的一個熟練的程度 子跟觀也分不出來 子我們通常是專注 觀通常是觀照 我在清楚的觀照觀察的時候 我通常就是專注了 那我能夠專注 那我就有這個觀察的敏感度 所以這個是層次 他在講是層次 通常我們也是先學子 後學觀 然後再達到一個叫做 一子一觀 白話講就是子觀雙韻 我們同時可以操作的 因為它最後也是一體兩面 它是可以同時操作 好 那接下來又一句 那非子非觀 又是什麼意思 那就是再進一步 我們把這個子觀都超越過去 那這個就會講到我們的下一門 與觀雙絕 與觀雙絕 那個是一個更高的一個境界 它可以用靜默就可以達成子觀 那就是非子非觀 我不用刻意去子觀 我也可以達到那個子觀的境界 為什麼 因為子觀那個境界 就是讓我們一個很平穩的身心狀態 很冷靜 能夠這樣讓智慧有升起的空間 那樣的狀態 那樣狀態其實有時候 我們不用方法 或者用一個很超越的方法 也可以達成 也不一定說 一定要先學禪定後智慧 那這個是一個更高一層的境界 這個下一門 這個我們後面再會來討論 好 我們再看一下 言卑至相倒者 疾空而不失有顧 卑倒至而不住空 空即有而不失空 自倒悲而不自有 以不住空之大悲 我念完 大家聽完 大家都空了 說不 空空 我們漢傳佛教的經典 去理解上 就是有它的門檻跟難度就是這樣 但是你把它理解以後 大家有機會把這個文字 去讀它 會很有味道 會很有味道 但是首先還是要去消文解益 好 那我們就注意到關鍵是 裡面談到一個叫慈悲 裡面談到一個智慧 請問諸位 慈悲和智慧 對菩薩道來講哪一個重要 大家都說都重要 那這兩個怎麼運用 他告訴我們有時候 我們會不會慈悲比智慧多 換句話 有些事情會不會 智慧比慈悲多 就好像有時候我們理性比感性多 有時候感性比理性多 我們通常會這樣 那最好當然就是很平衡 他也是在談這件事情 所以呢 我們直接看 叫做自導悲而不自由 以不助空之大悲 什麼叫做大慈悲 大慈悲是擁有智慧的慈悲 這樣可以嗎 用理性來平衡 這個感性的這種慈悲 不會過度 是剛剛好 比如說現在少子化 父母親 爺爺 奶奶 都對小孩子很好 什麼都聽他的 什麼都慣他的 那請問這是慈悲嗎 他是慈悲 但是他不是大悲 因為他不帶著智慧 我沒有了解他 如果我們寵他 把他寵壞了 將來會怎麼樣 他會學壞的 他會變質的 所以還是要有智慧 好 那什麼叫做大智慧呢 換句話說 帶著慈悲的智慧 叫做大智慧 不是一般的智慧 帶著慈悲的智慧 叫大智慧 帶著智慧的慈悲 前面加一個大 叫大慈悲 大悲跟大智 這個就是大菩薩們的境界 所以他的理智跟情感 是得到一個很好的平衡 他的智慧跟慈悲 是達到一個很圓滿融合 那這個也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那個人在凡夫的階段 都會有一個偏向 有些人理性多一點 有些人感性多一點 但也沒有好壞 就是偏向 那只要我們感性多的 理性就加多一點 理性多的感性就加多一點 把它平衡過來 所以雖然我們這次講的是 大智的法門 那真的很多事情是可以用在 工作生活 日常生活當中 好不好 在大智的宗教 也就是大智的後期 所提出來的子官法門 用一心開二門 心真如門 跟心生命門 也就是空跟有 或者是理跟是 理是圓融 來做一種子禪 還有觀禪的練習 那首先在道理上 叫做空有圓融 這個空有圓融 在解釋上 杜順和尚 分成以下的四句來解釋 第一個 以有即空故 不住生死 也就是 三界六道 這個生死輪迴 也不要把它看得太實在 因為三界六道 為什麼會有三界六道 就是我們的夜市 我們的夜市是人道的夜市 生死輪迴 比如說下一世 就是很自然就是人道 如果我們這一次的夜市 大部分的習慣 是畜生道的夜市 那這一期生命 進以後 到下一期生命 也就是 到下一世 自然就是畜生道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雖然我們在三界六道 也不要把三界六道 看得非常的實在 這樣叫做不住生死 那我們知道 小聖的聖者 認為要了生死 要離開三界六道 要入涅槃 這個道理雖然是對的 但是有一個法治的問題 所以 對涅槃 這樣的境界 也不能著作 所以 以有即空故 不住生死 以空即有故 不住涅槃 生死涅槃 都不要把它看作 那麼樣的實在 而且這兩句 可以連在一起 兩個都不住著 所以生死是空性 涅槃也是空性 生死即是涅槃 那我們剛才講過 這個道理 另外 當然他的能力實物操作 大菩薩可以 那我們反复 慢慢地練習 第三句 空有一塊而兩唇固 亦住生死 亦住涅槃 第四句 以空有相躲 兩不存 不住涅槃 不住生死 不住生死 不住涅槃 虽然 我們都了解 生死跟涅槃 都不能著作 但是它們存不存在 一定不能否定 它的存在 如果那麼簡單就好了 大家生死就涅槃 那我們就可以下課了 為什麼都已經到涅槃了 事實上不是 至少當下還不是 至少現實的層面 還不是 所以呢 亦住生死 亦住涅槃 不是去著作它 而是我們也不能否定它的存在 我們也要承認 承認這個生死涅槃的存在 我們才願意修行 才不會斷滅 所以它就好幾個層次的正反合 反覆的辯證 反覆的辯證 就是確保我們 整個所謂的視理 達到一個最圓融的狀態 不要偏頗 偏有跟偏空都不對 所以呢 有跟空 如果我們看它暫時存在的 這個事實來講 是有生死 也有涅槃 這回事的 如果空有相夺 兩不存 如果我們去看它 這個空性的變化 那生死跟涅槃 有什麼好執著的呢 沒有 所以不住生死 也不住涅槃 所以這四句 給我們好幾個層面 從不斷地去檢討 去辯證 我們可以達到 理事的一個圓融 空跟有的關係 理性跟感性 理想跟現實 在京教上喜歡用水跟坡 水跟坡 這個水有河水和海水 對不對 我們這個淡水河流入這個海裡面 那請問 淡水河的水跟海水的水 有沒有一樣 大家可能覺得不一樣 一個叫淡水 一個叫鹹水 不過它們都是H2O 它們的化學的組成 都是兩個氫原子 一個氧原子 只是有些裡面 帶的那個鹽分比較多 我們叫它海水 那有的在河裡面 溪裡面 它的鹽分比較少 我們叫淡水 但是它們都是水 水的性質 是沒有不一樣 那因為有的鹹 有的淡水 叫做海水跟淡水 水的性質 其實事實上是沒有不一樣的 但是你把它嘗嘗看 就不一樣 它的像不一樣 它的質是一樣的 那水跟坡 有時候我們看到那個海浪 一層一層的海浪 往岸邊湧來 請問那個坡 跟底下的水 它的性質相同還不相同 性質 性質是不是相同 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都是H2O 都是兩個氫原子 一個氧原子 但是呢 坡的樣子 跟深層海水 或者裡面的海流 那個相貌也不一樣 不一樣 看到那個坡 有時候颱風天的時候 是不是叫坡濤洶湧 那個好幾米的浪高 那看那個海嘯 那個坡材嚇人 它的相貌不一樣 那這個相貌不一樣 我們來比喻 它的現實 事項 叫做生命門 它的體性 都是H2O 都是水的性質 就是真如門 有相同的 體性的 叫真如 真如門 有相貌的不同 叫生命門 這樣可以嗎 所以他這樣怎麼說 其有水波為欲 高下相形是坡 坡會這樣浮動 高高低低的 私性平等是水 水性 有私性 它是潮濕的 潑無翼水之潑 即潑以泯水 水無翼潑之水 即水以沉潑 又來了 對不對 雖然這樣看 好像在落口令 不過你到底 我們到底把它弄清楚以後 你有時候把它背起來 或者有時候把它毒送一下 很有味道 潑無翼水之潑 即潑以泯水 水無翼潑之水 即水以沉潑 哇 那個 读起來還蠻舒服的 旁邊的人聽了覺得 還蠻有學問的 它幾個字在變化一樣 它的道理就不一樣 你看它裡面關鍵字 就是潑跟水 然後它就是這兩個主要的詞彙 就表達了真如門跟聖滅門 表達了所謂的 這個叫做理想跟現實 表達了所謂的 這個叫做理性跟感性 表達了所謂的 所謂的智慧跟慈悲 他們有相同也有不相同 這都不是重點 不要被它的這個意同 給迷惑了 而是告訴我們 萬事萬物 至少要有兩面的觀察 至少有兩個以上的觀察點 而且試著去把它融會貫通起來 這樣就會產生 波羅的智慧 這樣就是 視理無礙的智慧 視理圓隆的智慧 在經教上喜歡 常常會用這個水跟坡的關係來表達 因為這個坡浪離得開水嗎 坡離得開水 沒辦法 坡之乘以乘坡 是因為有水 那水 我們為什麼看得到水 就知道上面有坡浪 我們才知道這裡有水 所以水離得開波浪嗎 也離不開 它是表面的 它表面的這個起伏 它的相 那它的體性 它的實質是水 所以體相用 它也是一體兩面的 或者一體三面的 它是不同的表象 不同的呈現 好 那我們建立這種觀點 那很多 第一個 萬事萬物 多方面觀察 至少兩個觀察點 多面向的去觀察 第二個 我們也知道 萬事萬物的表象 可能有不同的面向 但是它有一個 共通的體性的存在 那個體性 往往是很重要的重點 或共通的基礎 這個是我們值得去注意的 在世間的工作 事業 家庭 如果我們找到這個共通的交集 那個就是我們達成共識 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利基或基礎 那這個是大家值得學習跟運用的 水根坡的這個譬喻 是來解釋一件事情 就是生死跟涅槃沒有差別 生死跟涅槃沒有差別 但是差別很大 又在繞口令 那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生死涅槃沒有差別 是不是從理論上 理想上的 那差別很大咧 我們現在的凡夫 我們在凡夫位的時候 那差別是不是很大 我們剛才舉例地藏王菩薩 對他來講 地獄來講也不用受苦報 他真的做得到生死就是涅槃 那我們凡夫 哇 那個你去到地獄 就得非受地獄的苦報不可 差別很大的 所以差別而不差別 不差別 不差別而差別 也就是說我們道理一定要 這個是一個中道 因為它至少有兩面 有一體兩面 那用這樣來思考 用這樣來觀察 那很多事情我們可以更圓滿 不信大家找機會試試看 特別是在溝通協調這件事情上 來運用看看 會很有趣 比較容易達到共識 另外工作 家庭事業 用這個方式來做會更圓滿 因為我們看到的面相更多了 至少兩個面相 單一面相 往往是閉門召居 多看幾個面相 會更成熟 更圓滿 好 講這麼多 好 這邊舉這個經裡面的 於無為戒獻有為戒 無為戒就是涅槃 有為戒就是生死 又回來了 也是還是談生死涅槃的道理 而亦不壞無為之性 於有為戒等亦然 有為無為 也就是生死涅槃 這兩個到底是差別還是沒有差別 現在就是看我們的觀點 是在講它的理論 還是在講它的現實 所有的萬事萬物都是這樣 我們世間面臨到的所有的事物 也是一樣 不外就是理論跟現實 這兩個怎麼樣把它融會 怎麼樣把它貫通 好 接下來 尹的一段經文是在看修行 佑金雲 非凡夫行 非聖賢行 是菩薩行 它意思是說我們菩薩行 它的位階更高 已經超越了凡夫 超越了小聖的聖賢 這邊的聖賢是指小聖的聖賢 解雲 這什麼意思呢 解說如下 凡夫行者著有 一般的凡夫為什麼是凡夫 他就執著 執著有 所以呢 小聖的行者 執著有 就是執著這個 有我 所以小聖的聖者 他怎樣 他用空性 可以斷我職 斷了我職 他沒有辦法把法職斷除 所以呢 這個小聖的聖賢行者 諸無 就著空 著空 著空 著空就是有法職 經濟有無無惡而惡 惡而不惡 事故雙離兩失 頓絕百非啊 見心無忌 故名官也 好 所以大聖後期 他的止觀 他分成兩個 這是為什麼 有時候我們的禪定止觀 分為止禪 有時候 範語叫三摩地 觀禪 叫做皮婆奢納 在操作的特性 那有些 先專注 然後觀照 先不起妄念 然後呢 反觀自信 操作上往往是這樣子 這是後期大聖 那 還有更厲害的一個層次 叫大聖的頓教止觀 他連 剛才講的先止後觀 乃至於止觀雙韻 他可以同時操作 甚至同時超越 這個很厲害 好 那到底要怎麼樣去實踐呢 好 我們先來 談一談 有幾位尊者 有幾位菩薩 他們的修行經驗 不知道在座諸位 有沒有 讀過這個 能言經裡面有 二十五元通章 就算沒有讀過 也應該有聽過吧 也就是釋迦牟尼佛 請二十五位的尊者 還有菩薩 來報告他們 怎麼樣修習 指觀法門 而且他希望這些尊者菩薩 把他認為最圓通的 就是他個人覺得最好的 最圓滿的方法 提出心得報告 好 那大家都有聽過這二十五位尊者菩薩 好 裡面最有名的是哪一位 沒有錯 觀思音菩薩 他的圓通法門是什麼 他是耳根圓通法門 耳根圓通法門 在我們的耳根 聽到的是不是聲音 叫深層 從這個深層 耳根對深層 也會產生所謂的耳式 觀思音菩薩修的是耳根圓通 請問有沒有修深層 就是他對象 耳根所對的這個靜 耳朵是聽到聲音嗎 有沒有人修聲音得到圓通的 有沒有人 是修這個什麼 從耳根對深層 耳朵聽到聲音產生耳式 來當作修行法門 當作指觀修行的 有沒有 有沒有 其實都有 都有 當中最有名的就是觀思音菩薩 耳根圓通 我們先來談談有一位 他的方法是修這個深層的 利用這個音聲 來練習這個指觀禪定 然後得到解脫 而且還正阿若翰 那這一位講出來大家其實都聽過 這個就是喬成如尊者 這個就是喬成如尊者 有聽過嗎 佛度五比丘 佛初轉法輪 度五比丘對不對 裡面帶頭的那一位 裡面帶頭的那一位 就是上手 叫喬成如尊者 喬成如尊者 有時候我們叫阿諾多喬成如尊者 阿諾多喬成如尊者 阿諾多什麼意思 就是最初解 就是他第一個得到覺悟的 他聽到的深層 是什麼 大家曉得嗎 他用來休息 聽到的一種音聲 又來休息指觀法門 是古典樂嗎 應該不是吧 是節式嗎 也不是 他用來解脫的音聲 就是釋迦牟尼佛初轉法輪 告訴他們五位的什麼 世聖地 世聖地是佛陀用嘴巴講出來 講出了聲音 然後喬成如尊者就聽 世尊在講 有一個叫做苦地 有一個叫吉地 有一個叫做滅地 有一個道地 什麼意思 就是說 生死輪腿世間是苦 苦是怎麼來的 是因為著著 執著累積而來的 就是吉地 這個苦 可不可以消除 可不可以消滅 可以 叫滅地 這個滅地 苦滅了以後剩下的是什麼 其實剩下的是究竟永恆的快樂 所以很多誤解我們佛教 誤解世尊 怎麼那麼樣的灰暗 世間都是苦嗎 世間也有小快樂小缺幸 為什麼都是苦 其實世尊是積極地教大家 追求快樂 只是他如果講追求快樂 我們會誤以為 要讓我們追求 世間的欲樂 感官的快樂 所以他就反向操作 他告訴我們苦 苦是怎麼來的 最後把苦滅掉 苦滅掉 徹底滅掉以後剩下什麼 剩下是快樂 而且剩下是究竟永恆的快樂 所以他事實上在教我們 是怎麼樣追求 那一種快樂 叫做究竟永恆 的這一種的快樂 那要滅苦 要得到究竟快樂 要不要有方法 要 叫八正道 這是道地 佛陀藉由他的音聲 把聲音講完以後 喬成如真者 一聽 就發現他自己 他就專心聽 不起妄念專心聽 世尊在講話 他就專心把這四身地聽完 聽完以後 他就怎樣 反觀至心 他反觀至極 確實自己有些煩惱執著 他是怎麼來的 真的是世尊所講的 世尊所講的音聲 真是沒有錯啊 好 然後呢 啟心通念 一看清楚 他的覺性提出來 最後就徹底覺悟 就正道阿羅漢 所謂的徹底覺悟 就是阿羅漢的那一種覺悟 就正道阿羅漢 佛陀在初轉法輪講 第一遍四轉 就是表達說有這個 他所提悟的 苦極滅到世尊地 五個人當中 他聽完以後 他就是正了阿羅漢 所以叫阿羅多 他是最初解 他是第一個 正道阿羅漢的 其他還有四位 佛陀就講第二次 勸轉 第一次說有這個世尊地 第二個 勸大家 要去修世尊地 就可以滅苦 就可以得到究竟永恆快樂 再講一次苦極滅到 這一次是勸大家學 第一次講說有世尊地 有苦 產生的原因 有滅苦的方法跟道理 把這講出來 第二次講的是什麼呢 勸大家要這樣去做 才能夠滅苦 第二次講完以後 佛再接著就講了第三次 講什麼呢 這個不是講講而已 也不是我光勸大家 是佛親自所提振的 叫正轉 第一次叫四轉 第二次叫做勸轉 第三次叫正轉 那就很有震撼力了 因為佛自己都做到了 他不是講一個道理 讓大家聽一聽 而是他自己真的做到了 而且他成佛了 所以等到佛把這世尊地講完 那五位就通通正過 那我們剛才也講了三次對不對 也是四轉 勸轉跟正轉 那在座的阿羅漢們 從此就不再有煩惱了 那這個就是喬成如尊者 他修的叫做生成法門 那同樣是用耳朵 那觀世音菩薩他修的叫做耳根圓通 那他是怎麼修的 他就不一定要聽佛陀講是聖地 他是聽到任何的聲音 聽到任何的聲音 我們講這個止觀法門 有所謂的真如門 還有這個所謂的這個 真如門就是止禪 然後生命門就是觀禪 一個看四項的就是觀禪 觀照的就是觀禪 這是生命門 真如門就是要止息 不要起妄想雜念的 所以觀世音菩薩的操作也是一樣 他對任何聲音專心聽 那吳比丘對佛陀的教說專心聽 不起妄念 那觀世音菩薩不是只有對這個 世聖地的道理教說 他是任何聲音 只要他聽得到的聲音 他都專心聽 聽的時候不起妄念 不起妄心 這個就是心真如門就是止禪 然後呢 接下來就進入到 心的生命門觀禪 觀禪什麼 再來就聽到這個聲音以後 反觀至心 就聽到這個聲音的起心動念 到底是什麼 我們通常聽到聲音的反應 會有什麼 是不是聽到聲音 有時候有高頻的 有低頻的 有大聲的 有小聲的 有旋律的 沒有旋律的 對不對 這個是不是我們耳 我耳根接受到聲波 產生的一個辨別的作用 這個叫做耳式對不對 好 由這個耳式我們凡夫有一個麻煩的地方 這個耳式辨別的聲音 高低頻 大小聲 有沒有節奏 有沒有旋律 以後 我們接下來 猜猜看 下一個 下一個作用是什麼 請問 分別沒有錯 而且怎麼分別呢 我們是不是分別 這個我喜歡聽 這個我討厭聽 好 那請問聲音真正 有所謂的喜歡跟討厭的嗎 聲音是不是就是聲音 就是音波嗎 那喜歡跟討厭到底是怎麼回事 那就是自己嘛 自己的旺分別 而且這個旺分別 常常在我們的第七世 在我們的莫納世 我們的莫納世 就是我們這種個體的觀念 自我的觀念 自己跟別人的差異 都是在第七世 所以第七世 會有什麼 會有我質 我愛 我見 跟我慢 就是這樣 所以 起了意識 這個意識心 通常是戴有顏色的 戴著有色的眼鏡 去判斷說我喜歡 還是我們討厭 好 那聽到喜歡的聲音 已經有意識判斷了 喜歡 接下來咧 下一個動作很可能是什麼 漂亮不漂亮 對 那是眼根 對 眼睛看到的 就會分漂亮不漂亮 那漂亮不漂亮也有分 我喜歡跟我不喜歡 這很奇怪 又沒有絕對咧 有些人覺得這個漂亮 有些人覺得這個不漂亮 那到底是怎麼回事 就是那個是很 它是一種分別沒有錯 但是它是一種虚妄分別 這個希望分別的下一個步驟 我們會開始 喜歡討厭 我們開始喜歡就會發展所謂的 貪著 貪欲 討厭就開始會發展什麼呢 稱慧 稱恨 稱慧或稱恨 是不是都這樣 那不喜歡也不討厭 就會發展愚痴 那根據這三個 還有沒有下一步 有 下一步 我們可能要動口 我們可能要動手 深口葉 是不是都這樣子 嚴耳鼻舌生意 是不是都這樣子 都是這樣子 好 動手動口 那當然這個造業 有時候是造善業 有時候是造惡業 那比較麻煩的是造惡業 造惡業以後怎樣 就要受苦爆 好 那接下來 受了苦爆以後沒事嗎 吃苦療苦 沒那麼簡單 在增長我們的煩惱 起貨造業受苦 在增長 無名在起貨造業受苦 這個就變成一個惡性循環 這個循環速度是快還是慢 請問各位 是不是非常快 在一瞬間 而且對我們反覆來講 幾乎是反射動作的完成 所以我們聽到噪音 很吵的是噪音 耳朵聽到耳根聽到噪音 噪音 在座不知道有沒有人很喜歡噪音的 我是不曉得 一般而言 聽到噪音起的意識 通常是討厭還是喜歡 通常是討厭 討厭 有了這個討厭心 接下來下一個步驟 很快的 這個討厭其實就是誠恨心 很快的就是要決定 要不要動口跟動手 動口是什麼 是誰在製造噪音 我們罵人 他動手咧 是誰在製造噪音 我們去打人 現在社會新聞還有更恐怖的 還有人去殺人 那這個都是很快速就會完成的 所以觀世音菩薩他怎麼操作 這所謂的大聖的指觀 也就是他聽到聲音 他不要先去起意識作用 盡量不起忘心 然後反觀至心 在凡夫因地在練習的階段 沒有辦法一下子 聽到這些外在的這個靜 外在的深層 而不起心動念比較難 但是沒有關係 觀世音菩薩不是急著去這樣 動手跟動口 他是先看自己的內心 現在起心動念是什麼 現在是討厭還是喜歡 討厭的升起 討厭的消失 他就這樣一直練習 練習到最後 反文文字性 他那個絕躁力 他的決心就整個升起來 於是他有什麼功能 他可以聽到法界一切眾生 怎麼樣 這個求救的音聲 於是他就可以聞聲救苦 於是他就可以三十二應聲 來救度眾生 就是這樣直觀的學習 那難道這樣的直觀方法 只有觀世音菩薩能操作嗎 只有他會嗎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大家有沒有可能 來操作這樣的直觀法 事實上是可以的對不對 那只是願不願意 還有我們操作的熟不熟練 這樣的問題 所以有時候 比如說我們想 想改變一下我們的脾氣 如果脾氣不好 想去改變 那怎麼辦 碰到靜的時候 人家惹我們生氣 不要急著去動口跟動手 先看一下我們的起心動念 那很多 菩薩在反應 有啊 我有看到起心動念 但是都是罵過人以後 那這個其實 總比起心動念發脾氣 永遠去打人殺人罵人 而不自覺要好吧 雖然是後知後覺 但是總比不知不覺要好 那我們就是一樣的訓練 像觀世音菩薩一樣 就反聞自信 就是往內看 看自己的起心動念 看久了 實際的操作 我們慢慢就有這個能力 變成先知先覺 這個脾氣還沒有起來的時候 我們就先察覺了 好 這叫小心了 小心什麼 離別人遠一點 別人離我們遠一點 離別人遠一點就是 別人會為我們生氣 離別人遠一點就是 我生氣別人會遭殃 離開 離開那個靜 離開那個環境 那一下子做不到沒有關係 有一個很好玩的 大家試試看 下次大家發脾氣的時候 去注意一下 我們這個氣打哪裡來 這個氣是在前胸還是在後背 請問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發脾氣的那個氣 那股氣在前胸還是在後背 大部分在前胸 不知道有沒有人在後背 那整個修行要改脾氣 就變成一種觀察 或者是我們把它變成一個遊戲 那個 這就是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那在潛移默化當中 就可以改變我們的脾氣 潛移默化 就可以斷我們的煩惱 於是呢 我們大聖還有一個更高的階段 叫大聖頓教 如果我們練習到很純熟的 那你也不用去分子禪和觀禪 你不起忘心的時候 你就已經觀照得清楚 你只要往內 往內去看自己的起心動念 操作得非常純熟 同時就具足子跟觀 甚至超越了子跟觀 就是你方法都很熟練的 你這個方法也可以先放在一邊了 你不用每次都 我現在在紫禪 我現在在觀禪 不用那麼辛苦 我就是很清楚 隨時注意我起心動念是什麼 那時候就達到 我們大聖頓教指觀的這個境界 這叫與觀雙絕 言語道斷 心形觸面 這個不是用方法的刺地步驟 或者是說我們現在要操作 要怎麼操作它的理論是什麼 都已經早早超越那裡了 但是要有那個基礎 最好學習的時候 還是要從子禪跟觀禪 乃至於子觀雙韻的刺地步驟 到了我們純熟 到了我們可以圓龍無害的時候 你也不要太著作說我的方法 人家佛說就是這樣教的 所以每次都要來過 先指後觀再指觀雙韻 也不用那麼辛苦 你就可以言語道斷心形觸面 那時候到達一個所謂一個頓教的直觀 到一個頓悟的境界 頓悟的境界 這時候這個境界不是語言文字能夠表達描述 它就是一種境界 這種境界有時候我們叫做不可思議 不可思議就是說 不是說不可想像或者超自然 叫不可思議 就是這一種境界不是用我們大腦思考 或我們言語能夠表達描述的 都是不可思議 好 那有時候我們經論上說 言語道斷心形觸面 這個就是在《唯摩截經》裡面的明句 急於上來空有兩門 離諸言論心形之境 唯有真如及真如智何以故 他直接入手 一下就直接切到空性 我們前面還要談這個什麼 什麼叫做理想 什麼叫現實 事理要圓融 他沒有他一下就圓融 那就是頓露 也叫做頓悟 何以故 圓融相躲 離諸相故 誰所動念 即皆如故 任何的起心動念 有沒有 觀世音菩薩 他最後就是只是看起心動念 即皆如 如是真如 起心動念都是真如 起心動念 觀察了清清楚楚 就已經在調用他的覺性了 這個覺性不斷地調用發展發揮 到變成覺悟 到最圓滿就變成覺者 覺者叫布達 翻成中文叫佛陀 就成佛 就是這樣的道理 好 所以金雲為儒儒即儒儒至 儒儒就真如 儒儒至就真如至獨存 直接切入 不用講那麼多 像六祖大師 我們後來禪中 在六祖 慧南大師 又分所謂的南頓 北劍 南禪就以頓悟為主 它的境界就是這樣 那北中 北禪是以劍悟 那並不見得是 這個頓悟就高於劍悟 只是適應性不同 如果我們在初學 能夠學這個見悟的刺地步壽 等到熟練了以後 你也不要 過愛說我一定要照表操科 你就很純熟了 那你就直接入頓悟 那如果各位的根器是 六祖大師的根器 那你就直接 那假如我們根器沒有那麼力 沒關係 我們也可以先盾 先劍後盾 那也可以先盾 不需要劍也可以 或者先盾後劍怎樣 來加深或者驗證它的功夫的層次 這個都可以彈性運用的 所以 這個限制又超越過去了 整個子官法門又進入到另外一個層次 所以呢 佑金雲 諸法即滅相不可言矣 這沒有辦法言說的 佑金雲 法理一切觀形 之所謂的子官法門 哇 那個是 也是子官法門 但是他直接用心就切入 直接用心就可以印證 哇 那個層次又跳高了一層 問若雲空有圓融 與觀雙絕 極離觀形 雲何正入 你這些方法都不用了 那你怎麼實證這個斷煩惱得解脫 你要怎麼樣正入 他怎麼回答 答 非是莫而不言 但以語疾如故 不亦以法 是以無言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到時候 方法了然於心的時候 不用講太多 直接記錄 直接操作 不用講太多 所以當然可以正入 不是一而再的 我現在操作觀形 現在操作紫禪 操作觀禪 操作指觀雙翼 到時候那個都是 打閒叉 是疊床架屋 當然啦 他的基本就是 第一個方法熟 指觀方法要熟 第二個 就是六祖大師的知子 就可以操作 好 顧金雲有三十二菩薩 各說惡而不惡 不惡而惡 那是什麼啦 就是說 在唯摩結經 文殊菩薩 請三十二位的菩薩 來報告什麼叫做 入不惡法門 不惡法門 不惡是什麼 不依不義啊 這種入空性 真空妙有 我們就是不依不義 所以叫不惡法門 不是一回事 也不是兩回事 那乾脆啦 不惡 那也就是真空妙有的法門 好三十二位菩薩 都講完了 最後輪到唯摩結局是 大家猜猜看 他怎麼解說 什麼叫不惡法門 他怎麼解說 他沒有解說 他不講話 大家都點名了 依序發表 輪到他最後一個 他什麼 莫達極無言說 他莫然 他不講話 欸 不講話是什麼意思啊 是在搞自閉嗎 不是 就是他的層次已經超過 用言語去形容了 然後他表現出來 說欸我莫然就可以了 明真入不惡法門 文書探曰 善哉善哉 莫然無言 是真入不惡法門 好 現在換我來請問各位 什麼叫不惡法門 都沒有回答 這樣 可見大家都已經是這個 微摩結局式的智慧層次 這個厲害 解雲 唯磨雖莫無言 即是說法 可以顧 他雖然沒有講話 但是他這個舉動 是不是在表示了很多意義 他的資訊含量超級多啊 有目有 這個資訊含量 不是用言語文字講出來 大家都講完了 換他不講 不是在搞自閉 而是說這些語言文字 我們需要超越他 用莫然來表達 以諸菩薩皆得解雇 何者言說觀行 即是法也 注意 其實這個 微摩結局式不講話 並不代表語言文字不重要 不是啊 語言文字是彪月之指 它還是告訴我們大概的方向 但是語言文字不是那個月亮 真理不是在語言文字 而語言文字 就真理需要靠語言文字來 儘量來說明 儘量來說明 但它不是語言文字 但是不會因為語言文字 不等於真理 我們就不要它 派斥它也不是這樣子 而是我們要超越它 運用它 不著著而超越它 那這裡有一個色問 空有無二 遂令大事無言 這邊的大事是講微摩結局式 它不講話 信像相容 至使觀心無措者 信如其說 它這個表現出來 就是表示 它已經真的了然於心了 信像容容 自觀心無措者 我不用再特別還表現 什麼叫入不二法門 該怎麼操作 了然於心 經修學者未審 以二方便而正氣 那我們現在怎麼學呢 怎麼學 回答 急於此法 空有法上消息取之 我們大概分空跟有 真空妙有 怎麼處理呢 以空射有 或者以有射空 沒有關係 我們找一個切入點都可以 因為經典 也有偏空的經典 也有偏有的經典 但是我們要自動 空中的經典 自動加上妙有的觀念 妙有的經典 自動加上真空的觀念 好 那這樣就是最好的操作 有而非空 空而非空 空而非空 這樣呢 空跟有的這個相對立 就被消亡殆盡 語言文字就被我們超越過了 空有極入全體交撤 一向無二兩見不生 沒有空見也沒有友見 交撤無愛 愛而不愛 兩相俱存 空有當然 本來他是對立的觀念 他本來有 他本來是互相自愛的 這些自愛我們也不用全然去否定他 但是我們要超越這樣的一個自愛 讓他能夠融會貫通起來 互奪圓龍而不廢 而非雙敏 不是把他們全部排懼在外 否定他 雙雙敏除 不是這樣 而是把他統設起來 統設起來 那這時候我們達到的境界 叫做 性非言外 言即無言 理出言端 不說即說 這個就是 唯摩截基士 他默然的表現 他的資訊含量是很大的 那他都不講話 你知道他在講什麼嗎 就像我們剛才換問大家說 不惡法門是什麼 在座有人微笑 但沒有機會給大家回答 但是大家表現什麼 體會的是什麼 誰知道 特別沒有說出來 誰知道 自己會不會知道 自己清楚 如人飲水 水為自知 如人飲水 自己會知道 執意在言外 物質言失禮 禮不出言 莫捐而求禮 我們在後期大聖 所謂大聖的宗教 改勝了初期大聖的缺點 偏空 加一個禮 禮是元隆 但是我們得到元隆的 這個程度以後 還要不要去管什麼是禮 什麼是禮 不用 這就是遁教的境界 再跳一層 連李氏元隆的觀念都拿掉 但是還沒有達到的時候 還是要練習李氏元隆 等到達到那個程度 李氏元隆也超越 這就是遁教 所以呢 地解嚴角 複製顯然 偽系隱魔 故應明耳 這個我們要清楚 它還是有步驟次第的 等到熟練的時候 我們可以進入到元頓的方法 但須秦家用力 專制物夷 行住坐臥中 無令暫廢 無令暫廢 故今云 如人可虛水 穿著於高原 施工不已 見見施土 知水必盡 假如啦 我們需要 渴了需要 需要水 挖一個水井 什麼時候知道 快要挖到了 什麼現象 你越挖的時候 那個土是不是 看到很多潮濕的土出現了 本來土是乾的 表層的 你那個土越挖 它那個 越潮濕的現象 是不是表示接近了地下水 那知水必盡 知水必盡 那我們修行也是這樣 就學觀世音菩薩 不斷地反觀 反文 文字性 觀察自己的起心動念 觀察久了 我們就發現 覺性越來越靈敏 越來越清楚 起心動念 而且反應越來越快 從不知不覺 變後知後覺 變著 先知先覺 那這個一直在調用這個覺性 然後越來越清楚的時候 是不是慢慢接近了所謂的覺悟 這個覺悟就是開悟 是不是慢慢接近了所謂的 徹底的覺醒 那個人叫覺者 是不是就接近了成佛 所以我們只要知道說 我們平常這樣子 觀察其心動念的一個訓練 我們就知水必盡 那個水 就是各位成佛不遠 我講是各位 但是包含自己 為什麼 從法華跟華嚴的教理來看 真的成佛不遠 因為那個是我們的性質 我們所具足的 這一種能力 潛能跟體性 我們本來就具足 大家不相信啊 為什麼本來具足 那我怎麼那麼多煩惱 我怎麼那麼多執著 因為這是我們自己 長久以來的習慣性 給自己加上去的 所以呢 有時候 沒有看到覺醒 不能夠接受 或者不能相信成佛 我們要覺得有點難過 因為我們有這麼好的條件 這個條件跟釋迦摩尼佛有沒有差別 沒有差別 跟三世諸佛有沒有差別 沒有差別 那沒有差別 為什麼他清靜莊嚴 大家給他鼎鼎 恭敬摩拜 那我們在這裡生死輪迴 煩煩惱惱 那這個講起來 就有一點 可惜 可憐 而且可笑 所以這個三個可 我們從今以後 盡量把它丟掉 我們要看到我們的覺醒 看到我們的覺悟 見見師徒 知水必盡 所以在座諸位 我們成佛不願 謝謝 今天先見到這裡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